女士今年27岁和丈夫杨先生结婚三年 并预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夫妻二人十分恩爱 2009年杨先生借钱开了一家礼品公司 生意还算不错 可是就在2013年6月 一次生意上的意外 让原本性格温和的妻子突然性情大变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到我跟上来我就会烦 这都是他摔的呀 他就因为这事 因为这事他之前也挺好的 我就觉得我亲里好多的东西在抓我的妻 抓特别道的毛疼 就感觉有个炸弹似的 就怕突然又又怎么样 也怕就这样的感觉 两句话说不到两句话 就开始吵就开始烦 就开始发飙 嗓门特别大 他自己去找我 然后呢 然后就把这直接翻锁了 揣开了 就是屁股 他让我自己砸的 我也不想发飙 我也不想喊 但是我心里憋得慌 抓狂 我觉得我喊出来 我歇一会儿会好受 做梦晚上睡觉 就会就想到这事 然后觉得很揪心 而且这个事是我逼着我老公去的 我觉得这一家的 好像都是 这个事是我牵的头 对不起我妈 对不起孩子 不是我觉得我来北京 混了六年 混来混去 就剩这两个孩子 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个短片中 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词 一个呢 就是85万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 85万是很多的钱 在一个合同中呢 写了85万这个字 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合同 然后第二个细节呢 我看到 当这个先生说 太太把门踢坏的时候 旁边走过来一个非常小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 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位家庭里的妻子 我在说开场白的时候 你会不会心里非常难过 会 很难受 我说到哪一句你最难受 孩子 我猜也是 孩子多大 两岁半 一个两岁半的孩子 经常会看到你在家里边 摔摔打打 我忍不住 我心里特别毛 特别急躁的方式 你是在怪老公 还是在怪自己 我怪自己 因为这个事都是我牵头去弄的 然后我去做的 而且是我逼着我老公去做的 因为我老公当时不想去 然后我还跟他吵架来着 吵了很大一架 是你自己一手 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是 心里特别急不急 你在家里面经常会折腾吗 谁要是跟我多说几句话 或者孩子在我身边哭 我会特别烦 你打孩子吗 我以前不打 但是最近两三个月把我打 而且打的还不少 以前比较有耐心 那你做完他呢 我会自己打一下 我自己会有多疼 会有多难受 但是我还是空中不住 你觉得你掉在了一个 深渊中爬不上来了 会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我会跑着抓人 反正我每天都会觉得很累 本来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 很幸福 我有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别人家孩子 如果是穿得脏 或者是妈妈凶 我会觉得特别心酸 我就会想 这孩子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家庭 但是现在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 你根本不会是今天这样 你曾经是一个好妈妈 好妻子 可以这么说 好 请坐 这一切都要从几个月前 发生了一件事开始说 是 六月份 那其实就一个多月呗 对 到现在一个多月 也就是说这所有一切 都是这二多天发生的 是 这二多天你性情大变 我会发火 而且是歇斯底里的喊 你每天都会发火吗 几乎 你今天来这里 希望我们怎么帮助你 我在出了这个事以后 我每天都在打电话 我查了好多好多 对于媒体 报社的电话 我希望他们把这个事情 弄出去 因为它是通过手人的诈骗 这是你亡不胜坊的 你不会往上骗在上面想 所以我说我希望 把这个放出去 会有别人提供线索 是这个人他们见到 会帮着警察抓到这个人 也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做事不要心腹起刀 我以前不觉得 以前我会觉得我着急 我应该是这样的 我发现出来我好受 但是昨天 咱们这边编导过去 我才知道 我对我的孩子 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也希望咱们这边的专家 能帮我把这个心理疏通过来 当然 也就是说你被骗了 是 因为这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家带孩子 很长时间不上班了 然后我是待时间长了 我是坐不住的人 在09年左右吧 就没怎么工作 然后我把我妈妈 接过来给我带孩子 所以我就偶尔会去 帮我老公一点忙 就在我刚去公司没几天 然后会有一个客户 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客户 给我们介绍 说有这么一个人 在他们单位 在他们酒店订房 希望来买这个东西 就买他的礼品定制 希望我们来接这个单 是他接这个单 我觉得这是熟人介绍的 我很开心 而且我每天会回家 跟我妈说 没想到我一上班 我就有单子做 特别开心 如果这个单子做成的话 对你来说很重要 很重要 是刚才那个上面 写的八十多万的 这个单子吗 是 你刚上班 就接了一个 八十多万的单子 所以我没有访问心理 这张价值八十五万元的单子 令刚恢复工作 没几天的赵女士兴奋不已 这是夫妻二人 从事礼品生意以来 接到的最大一笔生意 如果可以谈成 就可以为自家的公司 带来将近二十万的收益 高额的利润 再加上老客户的牵头介绍 让赵女士 对这笔生意信心百倍 因此赵女士认为 应该尽快地促成这笔生意 而此时丈夫杨先生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你认为这个单子 肯定不会有问题 我没问题 我没往上面想 然后你老公愿意做吗 他不愿意 他不说几票 我没理他 所以我心里特别纠结 这就是最痛苦的 是 当时他并不愿意做 对 他为什么不愿意做 他说他觉得不靠谱 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做过 这样一个东西 不会一下子要这么多 因为东西下场嘛 不会要那么多这种东西 所以不靠谱 他不想去 你知道我当时发好大的火了 我说你有单一不做 你为什么这样 他嫌我不重视 反正就啰哩啰嗦嗦嗦嗦 他实在是受不了 我是慢脾气 他是急脾气 你后悔吗 我后悔 如果当时你要听了老公的 对 你们就不至于这么多钱没有了 我哪怕慢一慢 他是周三就跟我们联系 然后让我们周五就去 就觉得那边太急 他不想去 我周五晚上跟他吵了好大一架 因为他不去 然后我就跟他生气让他去 周六他们也去 但是周一还是被我逼着去了 急脾气的赵女士 不顾丈夫的反对 急于促成这笔生意 甚至为此多次和丈夫发生争执 最终丈夫杨先生答应 接下这笔生意 然而谁都不曾料到 他们夫妻俩正在走向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于是在那个周一的时候 你老公就去了 而且不在北京 在西安 对 我现在想想 后悔用警察说 这是诈骗 而且应该是团伙诈骗 你人一点没事 没有走出来 你应该听信 你老公当时被人诈骗多少钱 我们现场给的总共加起来大概12万 在这次西安执行中 杨先生一共被骗约12万元 其中包括8万元现金 两部价值1万元的手机 两盒价值2万元的东重夏草礼盒 以及为了促成这段生意而消费的诸多票据 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 这些钱物是如何一步一步被骗走的呢 在整个过程中 难道就没有任何的疑点吗 当他去那的时候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回骗 你也没有提醒过他 对不对 我们当时有点害怕 是假的 然后我在 我老公去 还没见到那个人 在车上的时候 我老公就一再地问我 说你确认一下 确定问问那边 就介绍给我们的 没有问题吗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没有问题 因为那边协议都签了 酒店协议都签了 说没有问题 然后我还跟我老公说 我说你别这么 疑神疑鬼的 我说没事 然后我老公 这是真的 都想的没都想的 直接给人家了 咱也不全在他身上 什么时候回来的 周围晚上四五点钟 你什么时候发现被骗了 我老公当天下午就觉得不太最劲 在他去机场的时候 他说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和 就是电话里的声音不太像 只是觉得不像 还没有意识到骗 因为他觉得声音不像 然后他往回打电话 往回打电话 电话一直没人接 所以有点怀疑了 但是后来那个人 他又打回来电话了 他说我们你走了吗 如果没走 或者让司机送你 或怎么样 所以一下子就放心回来了 结果第二天发现被骗了 是 第二天我老公说的 肯定是被骗了 我还说呢 我说公对公 有三天的账期 你不知道吗 哪有 没有啊 我还觉得 还没有到账 不是骗的 就是你一直给自己画了一个饼 对 然后你觉得这个饼可千万不能碎了 是 外地一方 转账快的话 十来分钟慢的话 可能得两小时 损失了钱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你恨呢 我是觉得他们特别可恨 我说你哪怕 你发现 这事就过去了 你就别骗我们 说这单取消了都成 我们那么诚心的 没想到是骗的 而且在他去的前一天 晚上是周日 九点多了 我这个人做事 我也自己当时是不知道 我自己怎么想的 我觉得咱们是北京人 我应该得给带点北京的东西过去 应该是有礼貌的 八九点了 我带着我女儿 走着走 去圈去都要买了烤牙 四斤多一只 我拎了八斤多的东西 抱一个孩子 我让他给带过去的 我自己可瘀了 这怪自己 怪自己把钱给人家了 应该说你的心里边 完全是过不了这个劲 对 你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 是 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太重了 我当时我说 我说如果抓到他 我不管我犯不犯法 我一定要上去删那两个耳光 我要问问他 我说你难道上没有老下 没有小吗 我真的想要问问他 被骗之后 赵女士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不仅仅是因为蒙受了经济损失 更是因为这十二万元 被骗款背后 还隐藏着更加沉重的意义 这钱是我婆婆与死亡批证金 我们没有用来做任何东西 咱妈命花了钱 我们居然没有好好 你婆婆怎么了 医疗事故 这是一个小手术 但是医疗事故 人家走了 她53岁 所以我孩子没人带 天哪这是哪年的事啊 第一年 所以对你丈夫来说 她这几年经历了这么多事 是 很大的压力 2011年7月 赵女士的婆婆在一次手术中 因医疗事故离世 此后一年 丈夫杨先生暂停在北京的生意 回老家料理后事 最终获得45万元的医疗事故赔偿金 而这次做生意被骗的12万元 正是出自这笔赔偿金 而且里面 那赔偿金里面还有一部分是 当初因为给了我们以后 我们给了我想另一部分 那小妹说她比较信任我们 因为她老公就是有独生子女 总而来吃喝喝呢 她怕把这钱造美了 她怕她老公给她搞丢了 然后放在我这被我搞丢了 你说我 我怎么回家面对人家 没法见人家 是你的小姑子是吧 对 她就自己给自己捆了好多东西 在身上 来推一下先生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怎么说呢 这事的确挺倒霉的 没办法 不仅仅是倒霉 你恨那些骗子吗 我恨 当然也没办法 我其实也恨我自己 你找过他们吗 我当然去找过 但我怎么找 我除了通过警方 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会不会觉得 你妻子这件事之后 性情大变 是 她快要崩溃了 我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 把妈妈的赔偿款 这样花掉了心里好难过 是难过 对不起 谁也对不起 你们的家庭现状是什么样的 一团糟 水心火热 妻子经常会哭吗 一个多月以来 在我跟前表现的哭的情况 我看到哭的应该比较少 我更多看到她是发脾气 也是暴躁 近似疯狂的状态 这样 近似疯狂 对 她会摔东西吗 她发脾气的时候会 每次她发脾气的时候 你心疼孩子吗 对 我更多是因为心疼孩子 我才会想法阻止她 这样 因为这样的 我又会跟她有一定的矛盾 我并不想跟她有矛盾 我只是觉得 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 你们以前关系好吗 你跟你太太 以前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还是非常平静 很温馨的 可以这样 很恩爱的一个家庭 对不对 对 你们俩以前感情基础好吗 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好 那么我们听听专家的第一轮建议 孔曼 对这位女士的第一印象 这位女士 你现在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 对 也就是说 这12万块钱 你们亏掉这笔钱 或者被骗掉这笔钱 不单是一笔12万这个数目的钱的问题 你把它赋予了太沉重的意义 因为它是用你婆婆的生命换来的 你认为 而且还有你小姑子的份额在这里头 你认为 这个12万块钱里面 赋予了太多太多 其他的情感的责任 所以你觉得你担不住了 你觉得不是说 12万块钱亏掉了 我担不起 而是说这笔情感的债 我担不起 所以你其实每个人都在生命当中 每天都在处理大量的问题 而且也会面临着很多的危机 我认为你们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个危机 我每次发完脾气以后 我看了两孩子 也许我女儿那个脸神 她跟我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我很误会 但是我过不了这个劲 我上来那个脾气 我不发出来 我觉得我会憋死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她现在的这个处境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看你的介绍 你现在是一个全职太太 就是在家带孩子对吧 是不是也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出去工作了 我想如果我要是被骗了12万 我会怎么办 我当时就第一反应就是 我一定要想办法 我好好工作 尽快把这钱赚回来 我现在每天都在工作 所以说我就觉得 其实这就是可能不同之间的 这种心态的一个转换 就是说本来为这个家赚的钱就少 然后又被骗了那么12万 12万对你来讲是一笔巨款 在我刚一上班我就当头一棒 真的是当头一棒 对 所以说这可能对你来讲 它可能意义是更不一样 特别失败 其实就由着这12万 就这场骗局对你来说 坏事 如果说你用不用得恰当的话 它没准可以变成好事 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钱 我是可以赚回来 这个我一直相信 我见面老师我也说 我说这12万如果是我自己的 我真不觉得会怎么样 我还年轻 我可以挣 但是我过不了那坎是觉得我 我现在对不起所有人 当我们受骗的时候 一个共同的感触 大概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抱怨对方 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就跟你们夫妻这个状态 差不多了 内疚自责 都是因为我 现在一回忆 就会发现 当初这个事件 它的每一步骤 都向我们提示了 这是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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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就一直往下走过去 所以觉得特别愉快 对 特别的冤的话 因为您尤其谈到说 我一手抱着孩子 另外一手拎着两只烤鸭 八斤多呀 您有一点良心没有 但如果骗子有良心的话 他还会骗你吗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做成事啊 就是没有白吃的亏 你刚才说了一句特别好的话 你说你特别想告诉 所有的年轻人 做事不要心出气躁 我觉得这句话 正是你在这件事情中 你已经开始在调整自己了 就你能有这个想法 真的就是说 你已经挺有进步的 只如果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你肯定是个聪明人 那么聪明人通常会认为 自己呢 做事不会这么愚蠢吧 然后呢 结果就现在就出现了 这种一种恶果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自卑感 只要你向孩子发火 你是向最弱的人在发火 正是表现你这种自卑感 你要想想看你对孩子发这个火的代价 其实这个代价可能比12万块钱 还付的代价要大 只不过它是无形的 最关键的是 当时的这个丈夫 在西安这12万块钱 怎么让人骗去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细节啊 我想先听丈夫讲一讲这个细节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 你该怎么办 好不好 先边休息一下 我还没有想过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 没想到 会不会觉得太掉以轻心了 是有 太大意 您觉得在受骗的这个过程中 受你太太的影响多吗 她过于自责自己 其实我觉得后边 她把这个事交给我之后 进入我的轨道 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在我身上 因为这个钱是我 直接一手交给骗子的 她把之前的事看得太重 我认为这件事 其实主要该承担责任的是我自己 实际上是我的失误 所以你看你们小两口啊 你看得出来你们的感情很好 就当你们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自责你 她在自责她 但是我呢 能控制住自己 我知道这事发生之后呢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我老公是一个 很要钱很要面的一个人 我知道我该往前走 她呢 还要在原地 在那儿痛苦 但是您知道吗 你说 我知道我该往哪儿走的时候 你的鼻头红了 我能感觉到 你的心里边 是多么的难过 多么的纠结 塞翁失马 也许这件事 在现在给我这个教训 对我以后 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用了一句古语 我倒觉得 这件事情本身 它是一江泰公钓鱼的事 是你自己上钩了 对吧 但是现在你太太认为 是她让你游过去的 是这样的 对 所以你们俩 为这件事非常纠结 我特别想请你 把这个受骗的过程 完整地讲一下 你愿意吗 可以 好的 请坐 这件事情发生在 一月之前 是 当时是有一个人 给你太太介绍了一笔业务 对 这笔业务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合计金额是 如果成立的话 是 这个合同金额是 85万8600 是 这是一笔很大的合同 是 首先啊 一说什么 东重下草之类的 我就觉着吧 骗数居多 我其实我压根就没往 假子上面想 因为这是有人介绍的 因为我们从正规的渠道买 比如说一些大的药店啊 什么的 是很贵的 是 当时我最开始也是这样想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我说这怎么会到我这呢 但是中间有很多环节 然后就让我这种 顾虑打销了 他们酒店是一个 很安逸的酒店吗 那里边的一个 销售部的经理 他经常接待一下会议会晤 跟骗联系之后呢 这骗子说这个单位本身很大 是 西安交通厅下手的 一个单位自称 他说到是 因为这个各方面 最近正风等等之类的 不方便 希望找一个公司去配合 去来 就他给自己弄了个特别好的壳 对 他确定方便便考虑得很细 就是我一旦进入这里边呢 就没有想到太多 最早虽然我有疑虑 但是呢 他说的东西呢 感觉让你 没有太多顾虑的东西 挺让你容易相信的 并且呢 在找这个酒店的时候 也做得很细致 说必须让酒店这个人介绍他的朋友 并且要让这个酒店这个经理说呢 这个骗子也是他的朋友 你感觉就是你不是朋友 我不信任你 其实他就是做的局 我们事后会想到 但之前真的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但你现在这个就是 你们中间这个朋友 他知道你们受骗了吗 他后来知道了 那他会不会也很自责呢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想 只不过我们之前有这种业务上的联系 并不太熟 我跟他之前都没见过面 可能之前我们有其他的同事 跟他联系过 是这样一个 明白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们怎么骗您的过程了 最初他们说有一个85万的合同 然后让您到西安去 是 然后那个中间呢 就是他有很多这种环节 让我们没有防备 批语 按照他的这个步骤去走 在杨先生以往交易的单子中 通常预付款是30% 而此次 对方自称是某集团公司主任的马某 答应支付40%的预付款 但需要杨先生在合同的总额中 多达出8万元钱 并在收到预付款的时候 把这8万元钱作为回扣交还给马某 在这个过程中 马某还提出了诸多奇怪的要求 突然让我们准备两盒这个样品 一盒就一万四千多块钱 本来这东西我觉得一盒够了 是我们当时我们俩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说法 但我事后会想 这是个一点 因为这东西比较那么贵重 我怕他平常我们一般 一个样品就够了 这要两个 然后突然也让周五过去 但是我真的不想去 我觉得为什么那么敢呢 再往后就是星期天 突然又让我们给他买两部iPhone5的手机 说他们领导的孩子要结婚 然后西安那边现在没有货 当时我想我说难道西安没有吗 当时也去问了 大中苏宁都没有 我们是在国民买到的 也是跑了好长时间才买到 我一开始也想到 他是不是要的什么 要的好处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没想那么多 合着就是你们这个 被骗的这十二万里 其实是有八万块钱是现金 然后呢两部手机一万 然后呢那个两盒礼品 对对 两万八 对对对 就这么加起来将近十二万 对对对 所以您当时到西安的时候 其实您是拿着两部手机 两盒这个样品 对 然后呢还有你太太买的两只烤鸭 是吧 是 然后您背到了西安 是 见到他们面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呀 去过他公司吗 没有 我还挺生气的 我说为什么要去酒店呢 我还刚到那 他没出高铁站 他直接呢就打电话让我 他说他在成立办事 让我别去他单位了 提前要交代我 他给我指了一个酒店 然后去那边 开好一个标准间 然后等着他 然后你要非得要去看单位 他肯定不会让你去看 对吗 他就是讲的 也就是说完全是在标尖中进行的 是 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疑点啊 大家注意细节啊 就说凡是这种骗人的人 他一般呢都会给你一个大的帽子 啊 我那个公司有多大呀 我那什么什么有多大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一般他不会请你到这个公司中去交涉 是 他是直接说让你在一个房间中 而且还不是大堂 如果在大堂我们会有摄像头录下来 嗯 包括那种交易的过程啊等等 但他其实在房间中 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标准间房间中怎么可能 不可能有摄像头吗 这明往上面行 我是明往上面行 所以您就去了 说明明一步一步按照他的这个鱼钩 他往哪儿牵 您往哪儿走 是 是这样 当时他来了吗 我刚到房间 没有十分钟吧 他就进来了 其实就是 他早就等你了 是 进来呢就简单聊了一些 大概简单聊了聊 聊了之后呢 就让我把样品拿给他看 然后看了这些东西 包括那些手机之类的 如果要是哪怕有一丝 我往那儿想了 我多小心一点 那肯定这个钱就骗不错 也不会有这个事 其实中间在这之前 很多事情都会之前跟我谈定的 看完之后呢 没什么问题 打个电话叫司机过来 回单位盖章 然后那个司机就拿回去了 这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因为一直在酒店里 然后呢 那您怎么要求 去他的那个单位去看看呀 当时呢 这个人 给我感觉了 他这个 不像电话里那么 那么那么随和 比较生意一些 但我们还是没往片上 面上想 因为钱带着呢 他们肯定不会让你去 我老公肯定会有 人生危险的 中间有很多 钱做 比如说 那个在高铁上 我其实确认了三遍 然后我还特意给那个 中间人打了个电话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其实还在担心 他们没事 我们这边就签协议了 然后放心吧 没问题 这是那个酒店经理的原话 连续有这样三遍 我在高铁上 其实在确认这个 我所以我中间 我就没有去多想 我就认定他就是 就是没事的 就是这个单位的 我干嘛 还要拘泥这些形式干嘛 因为之前这些铺垫 让我已经认定 他就是自称的那个 公司的马主任 其实我在他网上找到 确实有姓马的主任 我打电话 我说办公室 你马主任 他有啊 马主任 就之前你已经在网上搜过了 是吧 对 只是在网上搜 我没有打电话去核实 这是杨先生提供的一段酒店监控视频 录像中的男子 自称是马某的司机 当杨先生跟马某见面后 这名自称司机的男子 把两盒东丛下草 两部手机 以及签号的合同带走 此时杨先生不会想到 他已经在这个片剧中 越走越远 他要求提前把这个 八万块钱的钱 回扣 对 提前拿出来这一部分 他说是现金还是什么 一看让我准备现金的 我觉得带那么多钱也不方便 我存在卡里 我说我存在卡里了 然后他说 我先意思 那要不咱先取出来吧 我这也没有去想 他知道你拿钱去的 那他肯定会 想办法把这钱弄走 我也觉得 学生没什么可说的 呆着眼里 有东西出去走走 然后去那边一个农航 就把这钱取出来 取成现金 心里特别难受 在这过程 还有一点 你看 他就开始不愿意给我进行 但我那天天很热 有三十多坐 现在那几天特别热 我说过来看挺热的 我说你那个 哦 里边都有监控器 对 我说那么热 我说你进去吧 然后我半推半嗓 几句也没推嗓吧 就是几句 那个他觉得也是 他就跟我进去 接着呢 还进去之后 他突然到一个角落里 哎 我觉得很奇怪 我当时 我说怎么 一个马主任 怎么还坐在一个角落里 嘎啦一个地方 那是在那个一楼大厅 后来那个 我到二楼办那个业务 之后 他呢 他没办法在那待着了 他就跟我一起去二楼 去二楼 正好有一位摄像头 指示着我俩 这录像你有了吗 这像应该 这个应该警方调出来了 我这边其实在宾馆里边呢 他的体貌特征都很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这位先生 从宾馆里 调出来的一些录像 这是他刚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这边 这个房间里 你见过他的身份证吗 没有 所以那就不能叫马某了 某某 是这样 自称 然后这是进来找我的时候 这是第一段 对 我们来看下一段 这是最后 他让司机都已经办完了 把我把那两盒虫草 还有iPhone 两部iPhone手机 拿走的时候 就签好东西了 不是 他已经签了很多 回来 把核东给我 把银行单据给我 给我之后呢 他就让司机 先把东西拿走了 这是他离开的时候 然后他帮你装着 我给他的8万块钱信息 我还挺有诚信的 一直送他 因为就以为他 没想到他是骗子 我当时看的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过程 有个最重要的疑点 先生 我有个疑点 你说 你又没收到钱 你凭什么把8万块钱给他呀 是这样的 他那时候办完款 那时候已经有4点多了 如果是银行 正好盘库的时候 那个可能当 今天钱不一定能到账 他快的话 可能10分钟20分钟 这样应该会到账 是这样 他那边 他算好了这个时间 对 他正好是4点多拿过来 那银行5点下班 我想当天到不了 是很有可能的 让他拿走之后呢 他又紧接着接了几个电话 有二人跟他打电话 什么跟他打电话 然后呢 让他早点回去 因为他骗子 他就想里有走 然后呢 这都是人家是个好的套 对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 怀疑他的身份呢 我就不好意思让他等我 非得我等着钱到账 所谓的马主任 在拿到8万块钱现接后 迅速找了借口离开 从没想过会遭遇骗子的杨先生 还热情的把骗子送到电梯口 这一切都令杨先生十分懊悔 我爱人的纠结一件事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责人算我呢 因为我之前跟我爱人说好的 我必须等他钱到我们账之后 我才给他这个钱 在这一点我没有遵守 我没有做到 我没有坚持 因为我也没法坚持 我老公肯定会有人生危险的 因为钱带着呢 如果当天到不了账的话 那怎么办 我让他等我一天一夜吗 不可能吧 然后呢 我又是订了晚上的飞机 我也着急赶回来 是这样 所以来看看 这个有漏洞 对 我也没办法 今天想起来 这个中间漏洞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对 我刚刚提到 包括在银行那些疑点 其实我们也想把这事情 还原出来 公布于众 通过媒体 然后让大家引以为戒 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 大家仔细想一想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其实骗子的骗数并不高明 对 仔细想想 肯定就会觉得有个内容 对 我给您讲 前两天 因为他们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我特别想提醒大家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他拿着儿女的钱 就是儿女 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老头这里 就是有六七十万吧 结果有人就跟他说 说在阳前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司 这老同志就去了 快七十了 去了以后的确一看 公司很大 然后在那给人签字 就签了 签了之后就把这笔钱 就投到他们一个纳米技术里 当时告诉他说 每月投七十万 一个月给他返七万块 一个月 大家想想 这要十个月 这不就七十万回来了吗 老人家觉着我为儿女挣钱了 于是他就努力做了这件事 结果回来就发现骗局嘛 等他再去的时候 大门全锁上了 说这房子人就租了一个月 就租了一个月 然后若干人去 然后墙贴的全是什么军工奖啊 什么各种东西 所以我们就在今天 我们去回看这些骗子的时候 他们的骗术并不高明 而是我们没有火眼金睛 是 不过二人也想不开 是觉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其实我们平常 凡是什么 就那种什么投资啊 这个收益百分之多少多少 怎么样的 说我们从来一听就挂点 挂点电话 从来不会沾这些东西 尽而远之 我觉得这个最大原因就是 他利用了一个酒店的 这个信任 这个很重要 先入为止 他已经主导你的信任 酒店说是你的 是他的朋友 在我没发现自己被骗之前 一直以为他就是酒店的朋友 他经常来酒店开会 是他的常客 然后怎么样 互相都跟酒店都熟悉 他说合作过 而且是朋友 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说我们是他的朋友 直到我们被骗 发现被骗 第二天打电话都打不通了 坐机一直战线 那个手机一直全流呼 之后找那个酒店经理 酒店经理才说我不认识 说这个人 我也只是之前打过几次电话 说来租我们的房子来开会 说实际也不熟 不是你真的把我害得好惨 你们没合作过 你跟我说你们是朋友 合作过好多次 所以他其实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 要不是他说什么是朋友是怎么着 对 中间这朋友太不负责任了 对我们怎么会觉得 我们就以为他就是这个 很大集团的一个主任 因为有他的这个原因 他的话在这主导了 其实我二人我觉得他想不开 或者这样 其中有个原因 他觉得他这原因是在这 他算不算是帮着他们骗了我们 您知道您这个呢 还是这个朋友 当时这个先生 就我刚刚说的老先生 这六七十万啊 他里边也有一个朋友 他这个朋友呢是一位女士 而这个女士就住在他们小区附近 就是经常邻居啊 这算是 这个女士就告诉他说 您一定要投这项目 哎呀我就投了 怎么怎么样 特别特别好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位先生才把钱投进去的 而这个先生投钱的时候呢 不是打给那个所谓的王博士 是把钱打给了这位女士 但是这位是不是要付财责任 对呀 所以现在就这个问题 而由这位女士 他说我来帮你买怎么怎么样 也签了一个假合同啊 但您知道最后为什么吗 最后当我们的节目也去调查 警方也在调查等等 最后是 这位女士第一次拿了这个 也是拿了差不多这个金额 被骗了 当她已经得知被骗了 对方就跟她说 说这样 说反正你这个钱是肯定要不回来了 你再找我也没用 你如果想要回这个钱 我可以配合你 咱们去再找一个新的人来 你明白这意思了吗 就是说你 但是这个钱可以直接打到你的卡里 以后你就别找我了 相当于这位女士 她被骗了 被骗了比如说六十万 然后她再找个人 把她这六十万窟窿堵上 她的钱是没事了 这人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然后对方说 你只要找到人 我配合你天 您听明白这意思了吗 您觉得您这中间的人会不会也是这样 她不是 她其实就是 她觉得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呢 她是好意 好意 另外呢 我二人呢 当时也跟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这个事如果成了呢 给你 我也不会亏待你 就是 她可能 有利益的趋势 也许有这么一点点吧 也许有吧 然后另外还 可能有这一点 另外呢她又想促车这事 她呢 她也没想那么多 嗯 其实她 她其实 但是她比我们俩这个事 已经想很大 她左右了我们的判断 其实 对对对 所以 我想那位 就中间的那位朋友 她算是在 不知不觉中 带领你们进入这个圈套 对 也许不是她的本意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对 我 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啊 就每做一次这样的节目 真的被气得就不得了 就觉得这些骗子真的是穷凶极恶 就用什么词形容他们都不为过 因为他们得到了这 他骗完你了吧 他换一个号码 马上可以去骗别人 对 他就靠这个来生存 对 上周五居然还有 那酒店经理跟我们说 还有 说跟那个套路差不多的 在几天前又给他签了一个协议 这次跑到了广西 又是自称是什么什么 很大的一个公司 然后 这次改成要买玉石了 因为又 但是呢 他说怀疑是我们是不一伙的 然后还怎么样 后来我们希望这有 找个线索 找个线索 但是 他因为现在没造成事实 所以很难 对 我们也自行过警方 也很难能采取什么行动 是的 所以 这个事情呢 我们在跟大家说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行骗的 这个 骗子的行骗过程中啊 像您的属于 应该是商业诈骗了 骗子的招数是 层出不穷的 就是 但是呢 他抓住你一个心理 就是赚钱心切 我们大家都想赚钱 你这是这样的骗 我给大家讲一个骗数啊 王大为老师说 他做了十年 这个骗数研究啊 从来不知道关键环节 就是很多人 包括他自己去研究 关键环节 这个骗子是怎么 把这个钱给骗走的 就是知道 大概是 反正是被骗了 后来我们的一个记者 我说 你就拿钱让他去骗 就看他到底是怎么骗你的 他还怎么回事呢 他在网上登录一个节目 比如说 谁在说招募 当然谁在说 不是那类节目啊 就比如说吧 招募 这选手 然后你看 我们像我们 有一些孩子 就去了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呢 这个特别好 你呢 只要交一百块钱 我就能让你过 海选 你就不用海选了 因为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日子 那你想想说 这个到时候上场 四位导师全会给你赚椅子 你明白意思了吗 这人一想 一百块钱 那我就去交吧 然后到了银行 他是怎么把这个钱给你骗走的啊 到了银行之后 我们的记者 就假装是一个 我特别想参加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让你把你的卡放进去 然后他让你先查询余额 你要记住啊 让大家先查询余额 一查询余额 我们这编导说 我这里边有四千块 然后他就说 这样 你先要进入我们的一个系统 输入我们的账号 你先进入转账 输入我们的账号 输入账号之后 不就该输一百块钱了吗 你不转一百块钱吗 然后他说 现在在我们这个系统中 有一个我们的密码 请你输入3939 你明白这意思了吗 就是说当你先告他余额是四千 他就让你输3939 我们又测试了一次 跟他说 我们这余额呢 比如说一万 他就让你输入 请输我们的密码代号 9939 当你一输入 他就会催促你 快按确认 快按确认 你只要按了这个确认键 你这939就过去了 对 就多少人都是这么被骗走的 那天我们把这过程 我们整个把这过程拍下来了 然后让王大伟老师看 我大伟老师惊叹了 说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 就是这个骗人的关键环节 就在这里 所以我特别希望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能够擦练眼睛 识别骗术 凡是这样的 都是非常不靠谱的 我们在现场跟这骗子连线 王导用抄的一口河南话说 我想上春晚啊 骗子说 可以 我安排赵本山老师 后面就你那节目 就他什么都敢答应 然后说那需要多少钱 就交两万 我就安排赵本山老师 后面就是你 然后王导说 我没什么才艺啊 说没事 你有没有什么才艺 我们会给你编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你只要交两万块钱 就让你上 你明白吗 他什么都敢答应你 然后就真有人上当 我就有时候就觉得 我们真的是生活的过程中 很崩溃啊 那么刚才是这个骗术的 一个过程 几位老师听过之后 孔曼老师和王建一老师 一直的窃窃私语 你们是 是觉得这个 这个骗子太高明了 还是我们太不高明了 建一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想当初 自己算的利润是多大 就比如说啊 你们不对这个 八十多万这个单子 感兴趣了吗 你们当时 自己估计的利润是多大呀 将近二十万吧 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从心理学来讲 所有的骗术 可能都是先给你 画一个特大的铅名 对 但里头基本没什么线 我为什么问你 这个预估的利润额呢 因为现在 高利润额的产业不多了 对 你比方说 你这个利润 百分之二十多 将近百分之三十的 这样的一个利润 现在你说 什么行业能够 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我只是觉得 我们当时太惨了 我觉得这就是你们 没有问自己 就是说 我何德何能 能够突然间 天上掉一下饼 完了以后 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正是这个心 就是觉得 好像是说 哎呀 这是一个机遇 而且要抓住这个机遇 所以说呢 就宁可给人 花两万八买礼物 还给饶俩手机 就因为你看到的是 后面那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其实你就可以想 做生意 应该先看一下这个行业 我所在的这个行业 基本的利润额是多少 然后呢 我做的这个事情 它的利润额应该是多少 然后我自己的能力 我能够赚到利润额 是多少的一个生意 你先有一个预判 你想如果要是这个好事 都是那么容易赚 他自己做好不好啊 他干嘛还分给你啊 他做的其实中间挺像的 他还说他去这个市场上比较一下 这个价格各方面还是合理的 他都给你比较好 一切都为你考虑 实际上这个价格 有这么好的人吗 也确实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去加合理的价格 你如果没有这个中间人 这样一个朋友关系 你不会去 你很难 很难能见着信任 有的人是实实在在的在生活 但有的人可是他在演戏 他拿生活当演戏 然后拉你进入这个情境 你们就属于被导演进去的 骗子骗的一定是 就是他那个漏洞 就是骗的是你对他感兴趣的一个点 那他为什么有的人就能被骗 有的人就骗不了呢 对吧 我觉得还是自我的一个问题在这 但是我对你还是比较欣赏的一点是 即便是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别有大局观 因为你一上来一句话 特别让我欣赏 你说 你知道要把这东西放下来 对吧 不像他那样一直在那个沉迷在于此 我觉得还路要往前走 而且在我看到你讲述的过程当中提到 就你妈妈去世这件事情 因为对于你来说 可能你的压力比他还要大 因为你面临的是前面你妈妈刚刚去世 而且医疗事故 还有家庭的几次重大的一个事故 加上这样的一次意外 所以对于你来说 应该说一般扛不住的男人真的就垮掉 我觉得应该越打越坚强才对 而且这一次经历呢 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他拿12万块钱的确换来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宝贵的一笔经历 其实刚才虽然主持人也讲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被骗的这个故事啊 但是我发现我生活的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被骗 就跟你差不多的这个年纪也被骗 大家说为什么呀 说你这个年纪怎么还那么容易就掉进陷阱 陷阱太多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一方面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太着急成功了 其实就我看你们俩的故事我就发现 我觉得社会就必须就没办法去这样 但我看您的创业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说09年的时候开办了这个公司 然后上面说您第一年的这个经营还不错 赚了十多万 但是您2013年就是今年年初 我重新把这个公司做起来 然后您想想这个公司做起来才短短的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您突然说接到这么大一单子 然后我这一单子要是做好的话 我能赚个20多万 但是您不想想这事难道就真的运气那么好 就我身边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刚才您这番话 就说这社会等不了啊 我觉得成功得真早啊 其实不是说成功 也不是说利益呢 肯定是有一定诱惑的 那么你工作肯定就是为了这个 但是其实这个 她我觉得这个中间利用这个 利用另外一个人来使你相信她 其实您太太这个上面也有 然后她就说那个 希望您这笔生意做成了之后 她能够有资金再开一个网店 所以说你们两个其实对这个生意 首先你们是从内心当中 你就会觉得这个生意如果一旦做成了 可以改变我们的现状 然后这个其实无形当中 就会给你内心当中增加一个砝码 就我不断地就希望这个生意要是能成多好 所以就麻痹大意了 对所以说我在想 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人也是一样 当我们的这个生活进入一个瓶颈期的时候 或者说重新要面临一个转折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容易就是寄予一些特别美好的希望 就是容易给我们生活当中造成很大的一个 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样子 其实就进入一个麻痹期 貌似很好的事 往往就背后有很大的陷阱 中间事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对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人来讲 也是应该很好的一个提醒 别太着急 刚才那女士不是也说了吗 说不要心服气躁 我想知道就是妈妈的那件事 会不会本身在两年前就对你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我觉得当时有吧 但是后来在那事之后的半年到一年里 我基本上调整过来 当时我没见到她就去世了 然后那个很突然 是不是做小口数你都没当回事啊 对我姑说的 说圣结石居然能死人 当时所有人知道都觉得很意外 刚才在这个录制的过程中 孔曼也联系了陈旭律师 然后陈旭律师本来在法院在开庭 现在说呢要赶过来 然后给你们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 我在另外一档节目中啊 曾经碰到类似的这样一个事情 后来陈旭律师给了他们很多建议之后 现在这个官司还有可能打赢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希望的 陈旭律师来了 这样的事情我相信陈旭律师应该是见过的很多吧 我们做过节目都已经很多了 骗子往往是先给你描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件事 有多大多大的利润的回报 但人家不能白干啊 叫无理不起早啊 那么就要求你 既然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利益 你是不是给我点回扣 给我点好处 接饶费等等等等 那如果说这个事成之后 说给可能也是人之常情 我们说叫接饶费 但往往是我们这些试图追求巨额利润 巨大利润的这些被骗的人 包括本人 包括本人啊 本人也被骗过 你怎么被骗过啊 那我待会儿跟你说 然后呢 就把钱先给人家了 结果当你把钱给人家的时候 这个事就根本就没影了 其实像这样的景中 天天敲随时敲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 陈旭律师我突然想起来了 有一次录制节目不是这个节目 另外一档节目 您曾经讲过一次 您在刚刚回国的时候 对 被人骗过一次 我建议您把那个案例讲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 这么精明的 你就心里平衡了 这么精明的陈律师都被骗 对不对 您讲一下吧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 十一二年前 我01年回的国嘛 当时也没有什么业务 刚回国 事实上也不了解 也没想到事实上这么复杂了 结果有一个从大连 有一个人打电话 说我找你们这个负责人 这个那个的 因为我正好在办公室 电话呢 前面就转到我那了 说我们这样要请个法律顾问 然后呢 年费多少多少 年费十五万 然后呢 说希望你来谈一谈 但同时说呢 那我们既然要介绍 我们是专门做中介的 那希望你能给四万块钱的介绍费 那当时嘛 就有点急于求成嘛 说要如果有这样 还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说 有这么事我去看看 说那挺好 去把我们俩一起合作 到了那 现在想当时都很可笑啊 来了一个人 拿夏丽来接 接到哪呢 接到一个茶馆 完了就出了一个 所谓的老板 爸爸一谈 谈了以后 合同也给你准备好了 弄 签了 然后这个企业呢 单位在 比如说我们说中山路 说三百号打住了 他弄了三百零一号 大连有明那条路有 但多少号咱不清楚 咱不是本地人呢 这是第一 第二 既然这样 这个回去路费 我给你报销 那你是不是把你那个中介费 先给我们 那我当然 也假装警惕了一下 说那你得 汇款凭证 让我谈到啊 人就拿了这么个汇款凭证 事后想都罗伯章嘛 扒一盖 来了 这个队长 他什么队友 这钱已经给你汇过了 当然那会儿没钱再那么方便 马上查是吧 结果呢 有一副的款了 那就已经OK了 就行了 谈成了 带着四张眼睛给人家 这边前脚把钱拿走 后来再打那打破了 马上就觉得上当了 赶快跑到银行 银行说根本没有人汇过这个钱 再一看说这个说 这是三百零一号 没有三百零一号啊 三百零一号打破了 这个路 大家不相信吧 就咱们这样的人 出了一趟国 脑子就残了 进水了 被人骗了 后来我还真的看了过 一帖子就是 现在专门有人骗律师 就有很多律师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年轻律师 如果我们有的话看到 大家警惕 是有这样的骗子 就是给你描述了 一个非常好的业务 但我前期要这个费用 那个费用 我们有一些可能 包括我当年 我可能理解这些被骗的人 这总是有某种利益追求 在杨先生与专家的沟通中 反复强调 夫妻俩之所以被骗 是因为听信了中间人的担保 那么这个中间人 在这对夫妻的被骗事件中 到底担任着怎样的角色 为此 我们编导与中间人取得的联系 喂你好 您是王先生吗 那么中间人对这件事情 有着怎样的看法 他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呢 现在呢 他们夫妻俩就在 我们录制节目的现场 我们希望 就是您这边方便的话 我们希望等一下 跟您进行一个短暂的连线 然后了解一下 当时的情况 可以吗 他所提供的线索和信息 能否帮助夫妻俩 挽回经济损失呢 和丈夫杨先生结婚三年 并育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2009年杨先生借钱 开了一家礼品公司 生意刚开始不久 杨先生的母亲却突然离世 遇到事故 随后妻子怀孕 岳母手术 杨先生的公司只能暂停营业 2013年初 公司重新开始营业 可就在六月份 夫妻俩却遭遇了一次 合同诈骗 共损失财务12万元 这让原本性格温和的妻子 突然性情大变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是到我跟上来 我就会烦 这都是他摔的呀 他就因为这事 两句话 说不到两句话 就开始吵 就开始烦 就开始发飙 嗓门特别大 上期节目中 夫妻两人表示 此次受骗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听信了中间人的推荐 利用另外一个人 来使你相信他 为了提醒观众 谨防诈骗 主持人和专家 也在现场 讲述了自己 曾经被骗的经历 其实我也有 我不好意思讲 我被骗 这个比你们的 要惨得多得多 我1999年来北京 我那个时候北漂 我刚从一个地方电视台辞职 来北京 我一无所有 身上仅有的 就是那么 差不多有那么三五万块钱 而这三五万块钱呢 是我爸我妈 这一辈子攒的钱 那个时候 大家工资都很低 几百块钱 攒三五万 我父母就说 给你去创业 你到北京 一个人不容易 然后呢 我就到一个 一个朋友 为我介绍的公司 说这家公司 在香港上市了 你知道在九几年 大家已经上市 公司就觉得非常大 然后呢 就说这家公司呢 如何如何好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建国门附近的一个酒店中 一个五星级酒店中 设立的北京办事处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就跟我说 说面试 拿了一个特别小的 我觉得国内都没有人用的小 二一摄像机 就过去的所谓的家用摄像机 拍 拍完以后 然后就说 说 哎 我们觉得你特别合适 我们觉得您可以到 说我们这个频道 在香港 是属于主流媒体 那个时候刚有凤凰卫视 我一听 然后说 如果你到我们那签了 您就是 到香港的一线主播 哎呀 我这个当时也很虚荣啊 我说我普通话 不是很标准 说没关系 我们香港就喜欢 这样的普通话 就这样啊 反正一痛忽悠 就让我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这个第二天 就跟我说 说 现在我们面试了 一百多个 你是排在前三名的 哎呀 你说我 你知道在北京的时候 没有工作 我是多么渴望 有一份工作 而且跟我说 立刻 那九七年才回归 那是九八年级 九九年初啊 说你就可以到香港工作 然后长期居留证 什么什么 那时候真的觉得 哎呀 天上掉馅饼的事 后来去了之后 就说 我们要签一个 就是怕你跑了 怕你什么的 怕你到那头不回来了 要签一个保证金 五万块钱 一九九年五万块钱 我将到五万块钱 但是我有一个 就是后来 我不断的 因为我很执着的 不断的管他们药 找这个人 后来退了我两万五 就我觉得我真够二五零的 你知道当时 这件事我从来没说过 因为我觉得太丢人了 就你想想先生 在九九年的时候 我被骗掉这么多钱 当时我就觉得 我无言见父母 我当时就真的是觉得 跳楼的心都有了 五万块钱 我那时候觉得 我一辈子都赚不了 五万块钱 我在那某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一个月才三百多 四百多块钱的工资 那五万啊 我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精力 太想有个工作了 太想 当时就跟我说 说你一到香港 港币 那时候港币 我记得是一比一点二级 好像是 港币四十万一年 哎呀 我心想这五万算什么呀 我马上要赚四十万了 而且还是港币 换成人民币五十多万呢 所以等等等等 讲这些故事 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都经历过 我也被骗过 我先谈一下 共同的感受 其实我们真的是 太愿意翻身了 迅速翻身 这就常说的那个成功 成功表现在 咱们得挣钱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渴望成功的更强烈 我们希望把别人五年 十年二十年成功的经验 在我们这里做一个浓缩 几个月 或者一两年 或者一单生意 这是我们的那种 急切心情之后 在这儿顾虑一致 真一顾虑一次 我这也好几回 当时也是 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从那个 原来所在单位辞掉之后呢 我是就 也做点小生意 就是做那个排版印刷 当时有这么一大哥 人家说呢 还也是中间 有熟人介绍 说呢 要做一本书 那么做一本书呢 我就到他那儿去谈谈 这一谈呢 熟人先有个提成 再之后一谈呢 我们一聊都河北老乡 看石家庄人 一见我面啊 我不叫马健吗 人家这个称谓 就不一样 说健 哎 您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我真的见了 是有点 我就真的见了 再之后啊 就是在一起呢 谈什么事 说你是小兄弟 你丢小 出去吃饭什么的 总是大哥来 有大哥照着你的小兄弟 咱们都老乡在北京 你不容易 您看没有 前边先这样做工作 在后边就开始谈 哎 我得从你那儿拿点钱 兄弟 我就想呢 其实我也有愿望 我挣点钱是不容易的 他说我这以后会做 多少多少多少书 我这每年是大量的活 以后这个活就给你得了 你不用干别人的活了 就干我一个人的活 就足够了 你看跟你那个差不太多 是不是 也是画饼的过程 划饼之后 我这钱呢觉得 看在那个 以后的利润的基础之上 看在将来的利益 这个前提下 那我就给你吧 再给你吧 签协议了吗 再给你吧 哪有什么协议 签条呢 有签条 我知道现在还有签条 我现在讲课 拿这个作为一个素材 就是说 那个签条有用吗 我人都找不着 他们家住哪儿我不知道 后来我找到了他的女朋友 我也希望他女朋友 肯定是能 因为他对我是有 非常深刻印象的 就是因为我们 交了过很多次 那我就找他 我说这大哥找不着了 您两个 不是两口子吗 他说我跟他没结婚 我们就是男女朋友 他说 我觉得 你们俩的关系挺好的呀 你看他一见你面 他那种称谓 我就 贱 贱 你看这叫的特亲 你难道 你给他钱的时候 你不防他吗 他说他比你大 他比你条件好 为什么他老找你要钱呢 现在想起来 也怪自己 也不能怪别人 因为有了一次 这样的经历之后啊 我就提醒自己了 反正直到现在 您要说 我挣别人点钱 行 您要挣我点钱 不是太容易的 但是我们经历过 和您和您 尤其您太太 不一样的是 我们用这样的经历 去买了这个教训 然后我们后面 再努力 您太太现在 我马上要把他请上来 他现在关键是 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 然后他走不出来 他就折腾孩子 折腾家人 折腾你 这比较可怕 所以我相信 这也是你很担心的一件事吧 陈律师 从法律的角度 您觉得 他们现在还有机会吗 理论上 当然是可以报警了 报警了已经 但说实话 现在以我们对警方 这种处理类似问题的 一个了解 恐怕很难 因为他现在警力也不够 另外线索恐怕也不太够 所以在警方看来 可能是个普通的刑事案子 因为现在案子非常之多 他恐怕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处理这样的案件 因为你看我当年被骗 我根本报警都不报 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意义 因为我没有人家任何信息 我不知道你这有没有 他这个有图像吗 图像 你怎么去查 他能够通过身份证 你能够排他吗 你身份信息有吗 你没有吧 没有 身份证也没有啊 我不可能去看他身份证 签合同怎么会不要身份证呢 公司 公司的 他是以公司的名义 但是您知道吗 先生 请坐啊 先生我们在签任何 比如说我代表我的公司 去签任何东西 都要签计数 所以现在你看 我们签协议也好 或者哪怕私人计划发生携带也好 身份信息首先一定要清楚 对 包括我们说跟企业打交道 你的这个营业执照 对吧 你的年检情况 你的基本的资讯情况 我们到工商那里 恐怕 都要回去查一查 尤其比较大额的 因为大额都是相对的 对你来讲 这八额前面就非常大的数额 那么因此我们一般律师 所以审查合同 就首先审查双方的资讯情况 机器情况 那么像以前 早年管理 工商管理很严格的 你是不是超出经营范围了 现在虽然经营范围 可能大家没有很多限制 但即便如此 咱这么说吧 你住成一个一百万的公司 你要做一个亿的生意 你觉得靠谱吗 就当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住的资本几万 做的生意可能是 放大几百倍 几千倍 几万倍 那这个履约能力 你就要紧急 对吧 我想知道 刚才你在听我们说话吗 你在听 你觉得现在 稍微舒服点的吗 心里 我会觉得我更傻了 更傻 因为我觉得这是 几十几年前的骗说 然后现在还能骗到我们 我觉得太可笑了 想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 你老公说 他在自责他 你怪他了吗 我怪了 我知道第一件事 我觉得我承着他 我是觉得 我们不是在家商量好了吗 不到账是不给你钱的 你为什么给你钱的 但是后来 因为我自己更多了 因为我后来 我自己进来想想 是我钱的头 而且像你们说 刚才说 这个利润会 大概百分之多少 就是很多的 其实做我们这行业呢 他们就会知道 做东东下宝这种东西 比于百分之四十以下 不会有人去做 因为这金额很大的 这东西很贵的 然后我呢 是当时我太急了 因为我自己想做一点东西 我觉得 这个单子做成了 然后正好因为我自己去 接的单子 自己做 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所以我逼着他去给我弄 在这个过程中 当你发现被骗的时候 你是凹凹 是 对吧 就是闹心 是 然后抓狂 是 然后鸡尔暴躁 是 而且我那一 知道那当一天 我一整天没吃饭 包括我的孩子 我妈妈一整天没吃 孩子都不给吃饭 他吃了 但是我没吃饭 我哪孩子哪 就是一个凹凹代补的孩子 是 我觉得对不起 最独特起的机器 是我们家里 我觉得我的孩子 我调整调整好了 我可以去弥补 但是我妈 她们跟着我 四十岁 你知道吗 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了 然后 而且是腰动我手术 一直跟着我们 在给我带孩子 而且带两个孩子 我会觉得 我特别对不起她 所以我回来之后 你伤心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我说 上有老 下有小 咱们的责任 是你就发生了 不是咱们痛苦 自责的时候 对 他那会儿一直说我 所以他一这样说 我就觉得我哭不出来了 因为我在他面前 没法哭 他都这样说我 我说你没有权力伤心 你没有权力痛苦 这事是咱们俩一起造成的 咱们没有在 老人和孩子面前 痛苦 难受 这样咱们会对不起她 他们是无辜的 这事是咱们自己做的 咱们自己承担 所以他一样说 我就哭不出来了 咱们就哭 我也不敢在那里面前哭 我特别能理解你 我就在想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赶紧去弥补损失 而不是沉浸在那个痛苦中 是 我现在每天都在往外跑 我尽可能也让他能挑出状态 但是他现在呢 我感觉他这是一个疤 他越藏越深 可能他也会更痛苦 当你发火的时候 你妈妈什么感觉 我妈说 我妈这场手里一会儿 给你饶了我爸 饶了我 他这场手都歪了 你要我走 你饶了我一条命 我们在赵女士 现在租住的房子里 见到了她刚做完腰部手术 却抱着孩子的母亲 当被问起被骗事件 给女儿带来的影响时 母亲的表情中 是淡淡的惊恐 可以吵你 他就偷我 我一说他孩子 偷我 就是整个脾气变得很坏 太快了 太快了 吓死了 吓死了 因为今晚上的时候 把孩子哄睡了 我会觉得 我就想想回想回想 越回想会觉得 谁在我的心上 抓了一把 然后又转了一圈 那种感觉 特别痛 我来这边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她是 她那比较 是咱们这个 谁在说的忠实观众 我也相信咱们的专家 能的尽可能的梳理她 梳倒她 把她这个节给她打开 你放心 我已经想到很多 梳理她的办法了 我相信一会儿 离开这里的时候 你一定不是现在的状态 但是我只是想知道 这二十多天里 你摔过多少次东西 她自己没法去数吧 反正生气了 说生气了就生气了 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你难受吗 我难受 我难受 但她 如果我当时要是 去阻止她 她会更难受 她妈呢 也不愿意让我阻止她 她妈说 她发屁时候 让她发出来 她会更好受一点 也许老师说有道理 但我真的不想她那样 因为对老 对小孩都会有 非常大的影响 你觉得你小女儿 有变化吗 变得更怯懦 我不敢去 不像以前那么 活活开朗 很怯懦 很忧郁 今天这段故事 不是说他们俩之间 有了多大的矛盾和隔阂 而是这个家庭 遇到了一个难关 遇到了一个坎儿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帮助这个家庭 渡过难关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先生请坐在太太身边 我知道这是一件 很难的事情 我们把第一个建议 给建议老师吧 建议老师怎么看 这位女士啊 资深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你遇到的事件 是遇到的事件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要内观你资深 就是你资深的 这个人格特征的因素 我觉得可能 也许你在人格特征的层面 是超乎常人的 就是说生活中 我们遇到一些 对我们有刺激性 或者说令我们不愉快的事件 这个每个人 每天在不同程度的在遇见 对吧 你看刚才一讲 受骗上当 好几个人都讲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你 马上就说 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可是你看我到现在还这样 好觉得好丢人的 对吧 这番话其实已经脱离了 事件本身 然后上当受骗的人 只要有骗子在 就有上当受骗的人 这个不一时代发展 然后客观形式发生变化而变 这是生活的常态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事件 就成了反映我们人格特征 思维方式 情绪助理模式等等 这些就归到你个人了 能理解这个逻辑关系吗 就是事件是已经发生的 是很多人 每个人都能够遇到的 那么就个体如何应对事件 那么就要归到个体身上 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以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这个事件 那你就说从个体的你的人格特征上来讲 你可能是有瑕疵的 就是怎么痛苦怎么想 往生了去想去琢磨 不容易释怀 这可能是你的思维模式的问题 从你的性格特点 可能是钻牛角尖 然后可能容易发脾气 比较情绪化 可能是有这样的情绪特点 那么就是说 从你这个人来讲 你这个特点就会就这件事情犯你的病 可能很多人都遇到 但是他不是你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特征 他有这个问题 他也不会犯你这个病 所以你要内观 就不要老把这个事情 去老去琢磨这个事情本身了 包括这个事情 比方前是怎么来的 牵扯到什么人 这都是跟这个事情有关 我相信周围的人也不那么怨你 你看你先生 现在第一时间就手拉着你的手 是不是 他不像有的人遇到一些事件以后 周围人也埋怨 丈夫也不理解 然后是没这人的活路了 那你呢 恰恰是外界世界其实没事 但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较劲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 我确实有点那样 我会我这事我不愿意往外说 就包括我爸爸 好几天了他才知道 我跟我妈说我不愿意让他知道 然后他知道我会觉得特别丢人 我说你要是让他知道的话 我就我就不回老家 我说我回 他丢人了 不是丢人不丢人的事 这是房子生房子生 这个只不过是 我刚才跟你说了 那你想 就是你当初 刚刚被骗以后的心情 我想我能理解 我个人当时很沮丧 是 飞到那么老远去 飞回来 人家最逗的还 第二天你打一电话 回到北京了吗 他是怕我死 还怎么着 我心脏 我心没那么小啊 但是很沮丧 而且我那刚回过 我八个月一分钱没证啊 那怎么办 你不是还得往前走 甚至于 我那个同事还问我 去谈怎么样啊 我说没谈成 好像我说碰到骗了的 没受损失吧 我还得跟人说 我没受损失 好面子啊 是 滴滴聚你 你的老公 你的周围环境 像建一老师说的 没有给你任何压力 甚至我刚才看了 那个文字资料 那么你老公对你还很好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 这个兴致 我觉得 就是如果大家互相指责 或者说你已经是 丢掉东西找不回来了 走不出来 那我觉得损失就更大了 现在实际上 我可以明着跟你说 这个案子 因为我看文字里边也说到 你报警 这个案子我相信解决不了 之前真的就没了 你想都不要想 是就因为他 当时警方说过这句话 我觉得我心里更受不了 你很绝望对不对 但我现在 他跟你说的是实话 有些事可以找 有些事你找了 还恐怕真就没有用 我当时来报警都没报 因为我觉得肯定没有 为什么你没有任何线索 你想一想 那这样的事 更要通过这个 所以我们要在公共媒体 提醒大家多注意 我们自己总结经验 走出来 重新开始生活 毕竟年轻人有什么 现在再有任何好事跟我说 这个投资那个机会 对不起 我不想发这个财 我就把我自己先看好就好 我跟我的很多客户 讲过一个话 包括现在委托投资理财 包括去弄什么 这哥那哥的 在网上有什么纸黄金 等等等等 你就记住一个原则 这件事不是你自己能掌控的事 反正我个人不建议做 你帮我理财 现在有多少学会无归的 通过这件事 我们年轻轻的摔了一跟头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资本 我们能够翻身的 不要紧 但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他肯定是觉得 中间的那个朋友 他想不开 因为他觉得你是朋友 你怎么能不了解情况 就告诉我们呢 那么这个中间人 在这对夫妻的被骗事件中 到底担任着怎样的角色 为此我们的编导 与中间人取得了联系 喂你好 您是王先生吗 那么中间人 对这件事情 有着怎样的看法 他是否愿意 接受我们的采访呢 因为您是了解 这个事件的过程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跟您进行一个连线 然后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近你跟他联系过吗 我之前出这个事的时候 之前他跟我说 他们的合作过是好朋友 然后出了这个事 我怀疑已经联系不到 对方那个骗我们的那个人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到底你们是合没合作过 到底是不是朋友 他才坑坑吃吃的跟我说 其实我们就是打过几次电话 他也不认识 后来他们去查他们的协议 他们也有协议的嘛 对 然后去才去查那个账 他们的并不是每天都查账的 可能一个星期查一次 或者说更长时间 然后一查说他们给他打过来 订那个会议的 会晤的 也没有到账 也没有打 他没有认识去那个 对 而且我还问了他好几遍 我说 我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说你早不跟我说 你们是没合作过 那样我肯定会警惕的 因为我们两个 说实话 我当时接触不了的是 我们两个被骗了 我从来不跟大家干那种事情 就是比如 还有就是我们下午就被骗了 上午一再的他去给那人打电话 去核实 问那有没有怎么样 到底你们什么情况 他说放心吧 没事 合同都签了 跟他们合同都签了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很重要 又不是因为这些 下次我先这里写你一句 既然他是介绍人 让他当担保人呢 对不对 他而且我坚决想 他介绍这件事 他是也要获利的 对 是不是 既然这样 我要绑在你一起 就肯定对方也跟他说 做好以后给你多少钱 什么什么 你保的 对他是不是合毛的 对呀 而且他会不会就是利用他 在骗很多人呢 有可能 所以我们来连线一下 这位这个中间人 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 您好 我是北京电视台 谁在说 节目主持人 王方 方便问几个问题吗 方便 您知道您的这一对朋友 现在在我们这录制节目 对吧 听说了 听说了 我想知道 这个事情 会不会你的心里 也特别难受啊 有点不舒服 有点不舒服 因为当时 就是你的这个朋友 这位女士 这位妻子 跟您确认过 这件事对吗 就是您跟那个对方 那个骗人者熟悉吗 不熟悉啊 不熟悉 那您有没有把这个风险 告诉这一对夫妻 当初风险 没告诉他 您对对方 其实并不了解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提示他们有风险 您也太相信 对方那个人了 对吗 不至于相信 但是反正我 到我这边 是没有回忆过 那你听说 他们被骗了之后 被骗了这么多钱 你会不会心里边觉着 哎呀 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也是一番好意嘛 对啊 对啊 我也 我也心里边 也挺自责的 你有没有跟这位女士说 其实你跟她有过合作呀 之前没有合作过 你从一开始就告诉这位女士 从来没有合作过吗 对啊 这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 没认识过 哎 他们跟他们合作 但是这位女士说 一开始你跟她说的是 你跟她有过合作的呀 我跟她说的是 可能这个客人比较靠谱 可能会有 以后经常合作 是这样子的 哦 那您觉得是她理解错了 是吧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这个问题 中央过程比较 比较准备的 对方那片子 有没有再跟您联系过 自从他们被骗了之后 就肯定都 不断联系了 联系不上了呀 嗯 这事会不会 你也就是 要给自己提个醒 以后别随便给人懒事啊 那肯定的呀 嗯 因为这件事 对于那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我明白明白 嗯 所以 我认识过人 都挺悲剧的 对 关键是 这小两口当时也比较信 信任您 觉得是你介绍的 所以肯定没问题 我知道知道 可能那个片子 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对呀 才成功了 对呀 所以我觉得 您在给介绍的时候 可能话也说的比较满吧 可能稍微有点吧 嗯 这是我的原因 因为我们这边 嗯 因为经常跟好多客人 打交道嘛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也不是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位女士 她当时跟你确认 没有说这个人 跟您签过合同 你说确认过了是吧 对呀 合同我都给他们看了呀 最后 合同 事后给我们看了 嗯 合同是看了 但是那个人 对 只是签 只是签了一个假合同 对 合同都是假的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嘛 他其实没给你打过一分钱 刚签完合同 嗯 他说准备汇钱的时候嘛 让我这边帮忙 他找一个 那你签合同的时候 您那个手头 有他的身份信息吗 就是他留着这些信息 你有他身份证号码吗 没有没有 这些都没有 你们签了 因为我们这个 嗯 我们招待所这样做预讯说 是不需要核实 身份信息的 所以他他过来之后 我们才核实他的基金 哦 我们现在还有律师啊 陈律师我们签合同 不需要核实身份信息吗 按常规 我跟谁做生意 交易双方是谁 这些基本信息是要核实的 嗯 对不对 这个王先生 是 是 你否则的话 我弄半天 尤其像你这种 不是说当场交易 是你付了款 那边在发货 那期望发货 发给谁啊 由谁来发货啊 那这些基本信息 我们是需要的呀 所以这位先生 现在您自己 其实也挺做辣的 被骗的人们 肯定是相信您的话 所以 而您呢 可能就是一时 觉得哎呀 没问题 我相信您这人 听您这说话的口气 肯定也属于比较热情的 没问题 哥姐 没问题 结果就弄成今天这样了 对吗 你这是在质问我 是吗 那现在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肯定你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啊 你让我怎么承担责任 在提到承担责任 这个字眼的时候 一直态度温和的中间人 突然强硬起来 那么在法律上 中间人是否需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我也被骗了 有问题 实际上 这位先生这样啊 这个责任当然几个层面 一个是法律责任 一个是道义责任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 一定让你承担法律责任 但在道义上 你对你的这两位朋友 应该说是有责任的 对吗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其实也希望通过 这样的一种方式 给我们电视线的观众 包括给你这两位朋友 提个写儿 或者说 我们已经遇到了 这样的问题 那你懊悔 固然是懊悔 但恐怕也没用 那么以后 我们怎么总结经验 怎么重新开始 恐怕也是出这样的一个目的 来给你连线的 也希望你能理解 明白明白 我刚才讲 道义上的责任 我们是不能推卸的 要对人表示安慰 甚至有可能 未来看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这才是我们的为人之道 你说呢 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好 没有想你怎么 这个事情就给您自己思考就好了 因为说实话 事已经出了 我们怪谁都没有意义了 您说您也是受骗者 但您被骗钱了吗 我没有被骗钱啊 对呀 你还不能说是实质性的被骗 对不对 另外我想问您一个 您是跟这位太太是好朋友 还是跟这位先生是好朋友 她在现场吗 在现场 她能说话吗 能说话 不算是好朋友 我刚才 我刚才之前已经说过了 就是之前业务上的 可能之前跟她有业务上的合作 其实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只是合作过并不算是好朋友 对吧 算熟人吧 算是对 算是熟人 不是这么大件事 之前也没见过 您跟这位先生也没见过 对我刚才说了 这位女士也没见过 您跟女士也没见过 明白了 不论这事之后我们才认识的 合作都没见过 那得怪他自己了 都没见过 他就这么信任您 见过我们公司的员工见过 是朋友的话 肯定让他不至于这样 是我们公司的员工见过他 不是我们见过 电话都没打过一个 见过也罢 没见过也罢 熟也罢 不熟也罢 总而言之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点 道义上的责任吧 对对对 那么所以我刚才的建议是 如果你问我让你做什么 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 你是不是对这两位 要有一个表示说 哎呀实在是很抱歉 由于我的不慎 只你们造成损失了 你觉得这样的表态应该吗 对应该的 嗯很好 那希望你 之前 那底下我也跟他说过了 嗯 这些话什么的 嗯 好的 如果有警方需要配合调查的话 那么希望你能帮忙 好不好 行 嗯好的 谢谢你 哎这事呢 我就得说一下这位女士了啊 其实你看 我想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呢 这个是不是熟人 但是呢 像我们的 他是我们的作用 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客户会给我们介绍这种客户呢 我们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经常会有其他的客户 介绍客户过来 另外呢 他这个客户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公司 或者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 这样一个大的 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宾馆 没事 您说 您说现在他处的这个公司 对 然后呢 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阶段 应该都是很 都是很很很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呢 他这样一个位置 他这样一个公司 所以让我们去 自然的会想一些东西 所以我要提起你 他们这样一个单位 怎么会接到骗了呢 但你问题在于 这小弟 你不是跟他做生意 你是跟他介绍的另外一个 他也不太熟悉 你也不熟悉的一个人做生意 关键他介绍当中呢 他说这个没问题 又签合同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些 所以呢 今天这个事 我们先当个事来讲了 那我还是要强调一句 就不管谁介绍 不管是不是认识的单位 即便我们认识常年客户 他人员还会有变动吧 那么因此签合同的时候 手续一道不能收 该是单位改账 就得单位改账 如果是个人授权 要拿出授权委都输了 我在这个节目中 不止一次讲过 你说我跟陈律师算不算熟人 当然算 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曾经向他借过十万块钱 急用的时候 他留了证据 我也留了证据 就是他保留了这个 当时的这个截图 我也保留了 汇款凭证 汇款凭证 那你说像我们这么熟悉的人 说句实话 这个 哎呀恐怕我今儿着急 关你借点钱 我想可能都用不着这么谨慎 但是陈律师很谨慎 我也很谨慎 因为我是借钱的人 我更得谨慎 我身边说一句 往往主动给我打条 我没让他打条 但是比如说我之前 因为我委托我太太去上转带 他你说我马上给他转 没过几分钟转了 转完账以后 都有个画面 说我转给谁了 转多少钱 什么时间 怎么的 金额多少 那么这个他就留下来了 其实你说我这样把它怎么的 他说了他不还了 我能把它怎么着 那我们交情也就到这 没关系 那下次再见 对不起了 但是马上还掉了 我们这交情就在 只十万块钱 当然不止了 当然不止了 是吧 但是先生 你当时为什么 不用汇款的方式呢 骗子怎么允许你汇款 对啊 他不就留下证 即便是汇款都不安全 他随便找一个 任何人的提升的身份证 办一个卡 他卡去的人还是找不到 或者说难度还是很大 当然较至于现金交易 要好一些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们在讨论这个过程 已经纠结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就怎么帮助 这两位年轻人走出困境 开始重新创业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 建一老师 我觉得他们俩 从这个聪明度上来讲 虽然说他们是受骗上当 好像说的挺愚蠢啊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未必是 只是一时贪心 急于求成 就是想找到一个出过口 然后因为你们是拿着家里的钱 然后做生意 你们也很想 就是赚到 同时又能还给家里人 对吧 想的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 所以说呢 人有时候 谁都有算一步周的时候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 还是 那个能够团结起来 继续做事的 因为从他们俩 这个状态上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夫妻的一个状态 尤其这位男士 我觉得他特别敢于担当 他出了这个事情 为了减轻你的心理负担 基本他把这个事情的后来 那个都揽过来了 而且他刚才一直攥着你的手 为什么呢 就是说要问一下 这个人跟你们俩谁是朋友呢 就因为 一跟这个人通话以后呢 我发现你们俩的手分开了 两个人都在听这个电话 比较认真的在听这个电话 注意力高度转移了 已经不是说我们俩手完手 要克服这个 就是情绪上的问题什么的 已经转到了这个电话上 这就说明你们俩 在做一桩事情的时候 是同时可以转移注意力的 就你们俩可以把注意力 高度的集中 去冲这个事情去 而不是是还在 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情绪里头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是我观察到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这个 听什么课都是要花钱的 就当这堂课 是一堂比较贵的课 是需要十二万的 然后两个人各学费六万 就当你们读了一个 很好的一堂课 或者一个班 你们已经毕业了 就在这个房片 在至少在这方面 你们是结业了 将来可能不论再做什么生意 你们这警钟是长鸣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也是金不换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 这个关键是这位妻子 我觉得妻子这个情绪胜任 你是需要提高的 就是你可能在家庭生活中 尤其对孩子的这个 情绪胜任力是差的 这个事情 你不要都归到这个事情上来 没有这事儿 你可能也是这么个人 只是一个犯的大小的问题 建一老师说到这番话的时候 我是特别认可的 因为他点到了一个根上 比如说陈旭律师 也有被骗的经历 我也有 我估计在座的三位 大的小小 也许有这样一样的一些 类似的经历 刚才我也说了 想从我这儿倒点钱出去 其实也是挺难的 比如说有一个机构 打着中央电视台的名义 约我做专访 说以后您会怎么怎么样 您大盘先吹我吹了一堆 我说做专访 那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也会经常有 参与电视节目的录制 那前面谈了很多 后边说呢 那我们前期要制作 要请编导 要对您进行采访 然后说了一堆 我觉得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之后说 马老师需要您付五万块钱 我说付五万 什么费用 他说制作费用 我说制作费用 你们还需要我付费吗 他说是的 所有人在我们这儿做专访 都需要付五万块钱 因为他给我电话 做机电话嘛 我赶紧到网上一查 然后马上就发消息 各位 这是一个 什么什么用样的机构 我至少在把我熟悉的 这些朋友 我先告诉他们 这个电话在 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不要联系他 紧跟着 又那个电话 有另外一个女孩子 跟我联系 说马老师 我说你们是不是 准备给我五万块钱 做专访 我说我是大牌 中央台找我也是一样的 没有五万块钱 我根本就不出场 他说那算了吧 他就是这样的 其实也是个骗子 但是您看 每个人可能当时 会有点纠结 当时我怎么那么傻 你瞧稍微动动心 那就不注意这样 但是这位女士的表现 对孩子态度 自己不吃饭 孩子可是需要吃饭的时候 孩子也没有 这就属于超过了 大家的认可的 这样一个范围 我们就要谈 根在哪 您看一个 就首先我们谈到 就是生理的易感性 再一个心理的易感性 这就谈到的 你自己为什么 面对这件事情 跟别人表现不同呢 就从自身原因去找一下 再之后的应急事件 就是你们通过这个被骗的事 就一个应急事件 突然间来的 天灾人祸似的 马上这件事情 就会导致 你心境的一些障碍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归因 这件事情 让我内归因了 所有的这个失误 是因为我造成的 所以我应该去承担 更多更多的责任 我内疚 我自责 您瞧见没有 这就是您的那种归因理论 整个再加上 一系列的问题 导致的一个心境的障碍 这对您来讲呢 我认为前两项显得更多一些 就是您格外敏感 颠倒一去 您才意识到 这个孩子 见到生人 他的那种状况 充满了恐惧 或者说开始拒绝了 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原来您就没有仔细观察孩子吗 按说一个当妈妈呢 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 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意识到 孩子在我的情绪 在我的给他营造的 这样一种恐怖环境中 它会导致什么 我为什么就没有想 这找找根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就做一个反思 我之后怎么来面对人生经历 我觉得通过刚才讲述 我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高自尊的人 特别要强 因为你说了一句话 刚才我记得特清楚 你说我好不容易刚上班了 对吧 信心百倍的时候 突然当头一棒 其实你还是特别想做成事的 或者想自己来证明自己的一个能力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最想大干一场的出现这个事 你对自己是不认可和不认同的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猜想 因为你没讲述 我猜想你以前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女人 对吧 所以你放不过自己 所以你在自己想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没想到 我刚才想大干一场的时候 怎么就碰到这事 而且你多次提到说 怎么骗的是我们 就觉得自我评估还是非常高的 高自尊 包括自己能力的这种认可度 我刚才也换回思考了一下 我说这个事出现在我身上 我怎么样 我们真的能成功做事 必须具备几个素质 首先其一就是 要胜任自己的情绪 就要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那你再通过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能很有能力 很强势 或者很能干 只能说很能干 但距离你想成功做事 你还缺乏的是 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说 你没有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 你甚至对一个六个月的孩子 就经常烦他 他是一个什么 他没法跟你交流 对等情感交流的一个人 但是你能对着他来发泄 所以说 你的情绪控制 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那好 下一步要做什么 下一步你们还想做成事 对不对 还想做更大的生意 对不对 那就是你的一个弱项 你要看到它 并且你要想办法去克制它 这是你身上我们看到的弱点 为什么老拿孩子撒气 是因为你内心当中 那种负性的情绪 它是没有办法找一个出口的 就是你说你这个 在家也待了两年 然后带孩子 身边也没有太多的朋友 而且就是因为你耗面子 可能这种事 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 去跟身边的人说 但是我其实特别支持一种人 就特别爱说的人 就是有些话 我就觉得他说出来就忘了 但你要是不说出来 你积攒在内心当中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我妈妈就属于那种 特别爱讲话 然后他身边有好多朋友的人 就有时候 他发生了一件特别懊恼的事吧 他特别爱跟别人说 说完了之后 就有些时候 我在旁边听 我就说 哎呦这么丢人的事 你干嘛 这跟别人说 这显得你这多笨呢 但是你会发现 当他说完了之后 他这个火 这个气好像就撒出来了 就内心当中 就没那么大的压力了 但你一看 就说这事 那么大一事 发生完了之后 家人也不告诉他 然后周围的朋友 你可能也没有朋友 更多的去表达 就是在这种 这个情况下 你所有的压力 其实都憋在你自己内心当中 所以你肯定要找一个出口 那这个孩子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 这个孩子 变成了一个出口 这是不是对孩子来讲 一个两岁 一个才八个月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伤害最大的事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说进入了职场 然后多交交朋友 我其实在想你们 这个事情的 发生了整个的一个概况 如果你身边 有一大方的 这个朋友圈子的话 这个事你说出来 就很多朋友 就开始七嘴八舌议论 说这事靠谱吗 就可能身边 很多人七嘴八舌 就会提醒你 是不是这也应该 就说打开 我们自己的一个 生活的环境 更多的去接触 一个外面的世界 就当你接触了 这个世界越广阔之后 你发现你的思维 就不那么固定了 我想顺着 这个四星老师的话 问你一句 朋友多吗 我朋友以前挺多的 但是现在都不联系 你看 带孩子在家 带孩子在家 你看刚才那个表呢 这边那一块 我没有说 人际关系问题 缺乏社会支持 你认可吗 我认可 因为在家带孩子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其实也缺这块的 所以您的表现 就会显得更强烈一些 谁被骗啊 这个心里都不会舒服的 都会有一个纠结的过程 但是别人呢 也许是半个月就过去 有的人叨了叨了 一个礼拜就能过去 但您这个持续的时间 有点长 您瞧有没有 有很多地方啊 就是会有表现 再加上 您长期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时间 已经足够长了 我们在做 比如说 预证自评量表的时候 那么我们测的是 连续两周 您的已经超过两周了 对不对 比如说哭啊 脾气暴躁啊 等等等等 那还给你的神经地质 是有关系的 您看激活 神经地质有广泛作用 这个应急的激素 那么在这个时候 您可能那个快乐的 化学激素 都已经 没了 偏低了 对 或者说已经没有了 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对 我给你一个方法啊 这位女士 大概在 一个月前 我采访了一个 特殊的家庭 这个家庭中呢 老太太91岁 然后91岁的老太太啊 不能休息 为什么呢 她有四个孩子 全部是残疾人 她给这个端完尿 给那个弄屎 91岁了 您想想啊 就是她走上我们舞台的时候 她是这么走来的 然后呢 我就想我怎么帮助她 后来呢 我就发现 他们家里残疾的孩子 里有一个人 网络玩得非常好 电脑非常好 她是原来是 叫游戏带链 你知道什么 叫游戏带链吗 就我比如 我有一个游戏 我想玩吧 但我不想从初级玩 她从游戏带链帮你打 打到比如说高级了 然后我3000块钱 把这号买过来 后2000块钱买过来 她干这个的 于是我建议她 我说你开一网店 你就卖什么东西呢 就卖跟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东西 她就选了一种 电话号码 就是电话的那个充值卡 选了一种 然后你知道媒体的力量 就是我们号召大家 去帮助她的时候 给她信心 一个残疾人 她的手和脚都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人 一天之内一个钻 那我告诉你 就是她一天一个钻 你应该知道 一个钻代表什么 交易2000笔 是一个钻 一天之内 然后等我第二次 采访这位大姐的时候 这位大姐说 黄芳 我跟你说 虽然我是一残疾人 我准备做一公司 她已经有四家分店了 您说是刚才那个 九十六岁的老太太 不是 她的一个女儿 她的一个残疾女儿 那今年也有五十多 快六十了 我就在想 姑娘 就当我们遇到问题 你没遇到他们家 那样的问题吧 人家那一辈子 怎么惨过来的 那么你现在就要做 比如说 我觉得我们能帮助你的 你从今天开始 你要给自己找事干 我们这期节目播出 大概是三周左右 这三周你干嘛 你把你的小店弄好了 因为他们 这么两个孩子 家里有老人 出这么大的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你 反正我在哪儿买也是买 干嘛不帮助你一下呢 是这样 我现在做淘宝店 开始我对她心情很大 因为我很想自己做东西 但是我开了以后 我觉得太多假的东西 然后又有刷手 每天联系我 我就会觉得 太多假的东西 我不想去接受她 她说的意思是 有的店信誉很高 但是东西很贵 但是跟实际上 跟我们的小人一样 跟那没有信誉的 二十块钱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你看 比如说我们在讲 我们的经历的时候 你的出发点就说 你看他们十年前就被骗 而我出发点的时候 你看我们都被骗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 有经验的人 就出发点不一样 金银老师 我前面就提过 你的思维方式 我说你是一个 纵向思维模式 那你看你刚才 就是一个提供了 一个特别典型的 一个案例 就是你跟王芳 整个对话 就是一个典型的 你的纵向思维模式 就说到一件事情 你就无限的延伸的 给它往坏了去 你先第一时间 先理解这是一件坏事 然后就是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坏事 然后这个坏事 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你就往纵深的 这么去走下去了 但是实际上 王芳问你的问题 他是想 让你进行 发散性思维 你比方说 抓住我们这平台 今天我们大家都 要帮助你们俩 然后可能你就 借此会有一点发展 然后你再 把这个思维 再扩大一点 可能你就有 更大的发展 它是一个横向的思维 那你这种纵向思维模式呢 是抑郁症患者 或者说脾气不好的人啊 其实往往 或者说有情绪障碍的人 他们基本都是 纵向思维模式 就怎么痛苦 怎么想 怎么难受 怎么来 然后就把自己 都束缚住了 就很多能量 耗费在路上 本来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思想 应该是在行进 是在为这个事情而行进 但是你就耗费 在这个路上 就光是关注 关注自己的情绪 关注这个事情 有什么不利的方面了 就按理说 这种思维模式呢 它可能不容易做成事 但是它也不容易上当 因为它想的东西都不好 所以它轻易不敢往前走 但你看你吧 又纵向 还上了上当了 那就说明你呢 可能更需要反思 就你的思维模式 需要反思 你的情绪上人力 需要反思 你双向的可能都要反思 所以说我才一上台就说 年轻人做事 别心疯气躁 对 所以现在 我们又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们能够感觉到 你们一定能吃苦 所以我对你们 寄予很多的希望 并且我希望 你们把这小店做好了 将来还能 还能给我们当志愿者 还能像汤一样 去帮助更多的人 对不对 恐怕我就拜托一件事 这编导在 节目的最后一帧 能给他一个画面 然后我们去帮助一下 这一对 这种创业路上的年轻人 然后我们争取 帮你们最大先生 我们之前到这平台了 大家那么热心帮我们 我们只能做得更好 比我们之前想的 还要更好 产品要做得最好 最新 而且并且在同行里面 要保证更低的价格 让大家到实惠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是在帮我们 对呀 我们要感恩大家 所以我们让大家 在我们这买到 踏实的东西 更好的东西 更不美价廉的东西 你看 你看你老公啊 他这个想 他有大直观 对 他这个价值观 很好啊 还有一个 我们还帮助过一个 就一个女士 这位女士呢 是找了一个老公 老公一个月 零三天的时候 掉到火盆里了 然后脸就全部被烧伤了 这个女士呢 在这个男人 完全被烧伤的情况下 不顾家庭反正 嫁给了他 可是十年之后 生了两孩子 他瘫痪了 腰上的问题 这男人迅速 把他给抛弃了 抛弃了之后 这女人很痛苦 我跟你讲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 就脸那个苦的呀 那个状态呀 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 俨然一副老板样 为什么呢 第三次来的时候 他穿得倍儿利索 就是状态 就我们给他的 不仅仅是金钱 而是一个人的自信 是不是 陈律师啊 当你自己 真正解放自己的时候 你的力量是无限的 本来老公要抛弃他 因为他没有经济能力 身体也残了 但现在在栏目的帮助下 他开了个店 有很多热心的观众 好心帮助他 他店一下就升起起来了 老公这时候一看 呦 我不能跟你离婚了 这没事以后 我还得靠你呢 那这样这个人的状态 就完全变了 对 所以我先给您 讲这么多例子 就是想告诉您 在谁来说的帮助下 我们早期帮汤姨 建立了网站 现在人家三个钻了 三个钻了 它就是一笔一笔 消费出来的 所以我是想 两位年轻人 你们用你们勤劳的双手 去创造 那不就十几万吗 咱就相当于炒股赔了 对吧 买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金字一样的经验 这经验是你这一辈子 受用无穷的 而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你把注意力转到 你要赶紧弄这小店 弄好了 不要总盯着孩子 盯着家里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然后从现在开始 真的不要再揍孩子 我觉得我自己之前确实是 我不是说多么在乎这个十二万 是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我 对 我是怕我这个 我小姑以后不再信任我 或我给自己压力特别大 我怕 你赚了钱 给人把钱还了 谁会不信任你啊 是不是 你看你有这么好一老公 你有两个健康的孩子 你有那么疼爱你的妈妈 你有一个理解你 犯这么大问题 都不舍得去 埋怨你一句 的老公 是不是 从现在开始 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很幸福 是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 好 好 好